反习反党老灯开讲 各位朋友好 见到你们格外亲 先说一件突发新闻 6月6号湖南长沙面包车报复社会 一辆面包车开车撞了9个人 从长沙大学到兰山迪诺幼儿园 边开边撞 死伤惨重 这种恶性事件 在中国今年越演越烈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细胞的治国成效显著 还是先说乌克兰的局势 昨天俄军炸开蒂涅伯河上的水坝 洪水下泻 淹没了下游低洼的地区 造成了这一大片洪水泛滥区 居民都提前疏散了 乌克兰政府说 他们疏散了几万当地的居民 一些家处包括一些宠物 现在被困在洪水里 我看到很多乌克兰的志愿者在抢救狗 很多宠物狗飘在水上 他们正在去抢救这些宠物狗 俄方贼喊捉贼 说是乌克兰炸毁的水坝 全世界其实都非常清楚 这次炸水坝就是俄国人干的 因为炸了水坝对俄国更有利 世界舆论都非常关注这次炸毁大坝的事件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非常罕见的 人为破坏的这么一次灾弹 这是一个典型的恐怖主义行动 这是反人类的行动 炸毁水坝 看来炸毁水坝还是有正面作用 对俄国还是有正面作用 乌军就不能从蒂尼泊河的下游越境 越过蒂尼泊河去进攻俄军了 因为成为泛滥区了 对俄军还是起作用了炸毁水坝 乌军的反攻只能是绕过泛滥区 从扎布鲁尔泊方向陆地枪攻了 那里是俄罗斯重点防守的方向 有评论说乌军只能是硬攻了 那就不能像原来可以渡过蒂尼泊河巧攻 因为蒂尼泊河的对岸 俄军防守比较薄弱 这个方向是不可能发起进攻 本来乌军有可能是从泛滥区的下游发起进攻的 在向东部横扫 现在看洪水泛滥了以后 乌军就不能从这个方向进攻了 俄国人为了阻挡乌军反攻 出此下策 用那种反人类的行动炸毁水坝 阻挡乌军的进攻 不顾下游的百姓生死 也罔顾自然环境的破坏 我上期节目说过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军队曾经炸开过黄河的大堤 就在郑州附近有个叫花园口的地方 是1938年6月9号3869 3869我们中学的历史老师教我们的时候 让我们记录这个日子 是炸开坏人口大坝的日子 中国军队炸开黄河大堤 形成了一大片黄泛区在黄河中下游 的确是挡住了日军的进攻 日军的装甲部队就过不去了 形成泛滥区了 洪水泛滥区 黄泛区的存在挡住了日军的南下 保证了中原地区还掌握在国民政府手里 一直到1944年 大家学历史知道 就是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 1944年才渡过黄河拿下郑州 44年到45年日本投降只差一年了 那么就说黄泛区就基本上把日本人拦住了 日本人不能渡过黄河 只能从长江中下游一路塑江而上 去进攻国军部队 江南的水乡泽国 丘陵山区 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很难运动 所以他也是落入了中国统帅部的圈套 就是蒋国员长的圈套 在江南水乡 日军很难施展 所以中国才能坚持八年抗战 这一次俄军炸毁蒂尼伯河上的大坝 没有中国当年炸毁黄河大帝的功效 因为蒂尼伯河霍夫卡大坝 它是平原上的大坝 就是说它水库的蓄水量没有那么大 不像中国那些大坝都在山区 在峡谷 几百亿立方的水 甚至上千亿立方 它蓄水量比较少 因为是平原水库 据说洪水只有三天 这次洪水只用三天就会清洁完毕 所以形成不了太大的灾害 因为三天后就没有水可泄了 那么夏季 乌克兰的气候又比较干燥 进入夏季 泛滥区很快会干燥 如果是春季就不得了 是因为春季水量比较大 雪水融化 现在是干旱季节 马上泛滥区会干燥 乌克兰的装甲部队还可以通过 所以这次俄军炸毁水坝 作用也有限 暂时能够阻止乌军 长远看还是阻止不了 三天后水就落了 再干燥最多两周 乌军还是可以通过的 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 这次炸毁大坝以后 滴涅泊河洪水下泄 俄方巨首的滴涅泊河的南岸 就靠近克里米亚的这一侧 地势更低洼 这次洪水还主要冲向了俄方的阵地 我看到很多视频 俄军淹的鬼虎狼嚎 在水里在挣扎 据说是俄军的很多战壕 防空洞什么都被淹掉 乌方军事上的损失反而极小 俄方的损失反而很大 这就是说什么人算不如天算 这次炸坝事件国际上非常关注 这是很大的一个事件 是2023年6月6号发生的 俄军炸毁地劣伯河新卡佛福卡大坝 这是一个历史事件 历史会记上一笔 2023年6月6号发生的 俄军炸毁地劣伯河大坝事件 乌军的反攻仍然没有什么明确的消息 还是一些零零碎碎的消息 乌方没有公布什么明确的反攻的进展的消息 但是很明显的国际媒体都有报道 乌军的确是开始反攻了 估计马上已经制作反攻一天多了 马上会有一些很重大的进展 乌方也会公布出来 如果有公布我们再及时分享 昨天中共央视新闻联播又播放新闻 习近平去内蒙考察 他去了巴音闹尔蒙 他又提出要坚持自杀灭杀 他又开会强调 又要搞自杀灭杀的歼灭战 又要大搞直输造林 要搞什么三北防护林建设 刚刚习近平搞完了退林 还耕毁林种地 现在又要搞直输造林 这细胞子就反复这样折腾 他这个集传性精神病 真是越来越严重了 细胞子这样想一出是一出 翻云覆雨 出尔反尔 反复折腾 祸国殃民 所以网友说习近平不应该搞什么 防杀制杀 他应该搞防傻制傻 因为他整个就是一个大傻傻 习近平领导的中共 之所以最近大搞退林还耕 什么退路还耕 大搞以粮为钢 目的就是备战台海 为与西方脱钩做准备 这是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 报道说中国正摆脱粮食爆买 转而采取粮食自给政策 报道称 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中国的农业政策 正在发生变化 这个变化也正在改变市场 中国希望提高大豆和玉米等依赖进口的产品的自给率 由于粮食价格上涨和与美国矛盾的加深 中国政府非常重视粮食安全 报道说今年春天中国取消了大规模的粮食进口订单 引发市场关注 美国农业部称中国取消了原本在4月下旬至5月中旬进口的 累计110万吨美国玉米的订单 这相当于美国全年面向中国实际出口量的7.4% 日本经济分析师认为 这是中国降低对美国依赖大趋势中的一个举措 就是要与美国脱钩 报道还说 实际上中国早已提出重视粮食自己的方针 确保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中 中国对用于榨油大豆的需求 近年来一直在增加 所消费的80%以上的大豆都仰赖从美国或者巴西进口 饲料用的玉米也难以自己 中国玉米的需求量6-7%是靠从美国进口的 中国粮食的对外依存度 近年来逐渐上升 到2021年达到了19% 也就是说中国粮食每年要进口20%的粮食 才能维持平衡 中国现在相当担心 继续高度依赖美国会因为矛盾激化而被切断粮食供应 所以中国才搞什么退林还耕 水稻上山退路还田 面对国内外的震惊局势 不断恶化的政治经济局势 习近平搞朝鲜化文革化不玩虚的 习近平已经开始搞文革化了 习近平的文革化有新的名词 习式的文革有新名词 叫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就是新文革叫新时代新文化使命 原来毛泽东是文化大革命 习近平是文化使命 新时代文化使命 差一个字 毛泽东是文化大革命 习近平是文化使命 大改成使了 听着就那么又臭又脏 习近平的文革叫文化使命 不是文化革命 为了搞文革化朝鲜化 借鉴朝鲜的经验 有报道消息说 习近平向朝鲜派出考察组 中央考察组由李淑磊牵头 由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淑磊牵头 中宣部中组部 中央社会工作部常务副部长 参加考察组 考察为期两周 考察朝鲜的意识形态工作 朝鲜对社会的控制 考察组已经回国 估计不久就会有一整套的 向朝鲜学习的措施会推出 习近平还给考察组提词 提词是十一个字 到东方取经 向兄弟党学习 十一个字 要到东方取经 向兄弟党学习 唐僧当年是到西方取经 到西天取经 向印度学习 现在是到东方取经 这是东升西降 到朝鲜取经 向兄弟党学习 那就是向朝鲜劳动党学习 大家等着吧 这考察组已经回来了 看看这考察组从朝鲜带回了什么先进经验 怎么在中国推行朝鲜化 早就有消息说 习近平搞雄安新区 就是向朝鲜学的 朝鲜金氏父子 这不是金氏父子了 金氏祖孙三代 打造朝鲜首都平壤 都是驱逐首都的低端人口 把体制外的什么残疾的 贫穷的都赶到郊区去 赶到其他郡的农村去 留在平壤的 都是体制内的忠于金家王朝的 那么习近平也学了这一手 蔡奇当年在北京就驱逐低端人口 驱逐低端 已经把低端的外地打工者驱逐出北京 剩下一些中端的 就是中间的什么大学这些学生 大学士生什么科研单位 这个有可能是成为中共对立面的 社会不稳定因素的 都迁到雄安新区去 在首都能留下的 就是这些什么红二代 红三代 这些官二代 官三代 留下这些党政干部 这就是完全是跟朝鲜学来的 以后北京就会变成中国的平壤 这是中国朝鲜化很重要的一步 就是把首都人口分流 知识分子人口都分流到雄安去 说到中国的粮食生产 河南小麦事件还在继续发酵 这是媒体的报道 河南小麦事件持续发酵 面粉厂拒收今年的新麦 面粉厂不收今年的新麦子了 近期中国小麦大省河南多地的小麦 出现发霉 碎发芽等现象 最新消息 河南省有面粉厂 河南省的面粉厂拒收2023年的新麦子 事件引发关注 大家看这个照片 这个面粉厂的通知 从即日起本厂只收尘麦换面 就是尘的以前的麦子 2023年的新麦一律拒收 往广大农户理解 不要跑空 高价收购优质尘麦 面粉厂不收今年的新小麦了 这个话题都登上了百度热搜榜 网民表示 今年河南小麦发芽情况非常普遍 若面粉厂不收今年的新麦 那新麦子要卖给谁 难道都留着自己吃吗 卖农的损失怎么办 也有网民认为 面粉厂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收了发芽的或者发霉的麦子 磨出来的面粉 如果不达标怎么办 网友说 小麦发芽品质降低 农户收入已经受到影响 如果销入的受限 面粉厂的不收新麦 价格在被奸商随压低 无异于雪上加霜 另一间在热搜榜上的事件 还在发酵 就是江西的鼠头压脖事件 江西所高校食堂吃出老鼠头事件 现在在网上还在持续发酵 本以为事件已经告一段落了 但没成想 网友们根本不买账 演化成了更大的舆情事件 官方拒绝承认是老鼠头 一口咬定是鸭脖 而且事后官方的说明 也缺乏可信的实证过程 广大网友开始了造梗行为 比如把老鼠和鸭子拼接在一起 进行反讽 这就直属喂鸭嘛 网友说 究竟是鸭脖还是鼠头的问题 已经在网上引起了一波狂欢 无数的段子 视频 短评 笑话 如雨后春笋 如满天雪花 撒遍网络各个角落 掀起了承认鸭脖的热潮 几千年 一直以来都存在的一个铁律 官方必须绝对正确 指路为马 可以救国 否则官微何在 党微何在 所以官方必须辟谣 就是鸭脖 这就是原则 又到欢乐环节 中共官员在长沙所谓的爱国教育居地 排宣传片 一帮中共的干部在那排宣传片 领读的读到一切为了人民时 集体笑场 一切依靠人民 疯 这则视频在网上热传 网友都嘲讽的 说他们自己都不信 读到了一切为人民 我们党 这些官员们就笑的不行 网友们都说 原来他们自己也觉得这口号搞笑 他们自己都不信 把为人民服务当笑话的人 正在为人民服务 网友还说 这些中共官员自古以来最无耻 他们都心知肚明 值得这是糊弄鬼的套话屁话 还有德云社 因为没有卫生许可证 擅自营业被罚 看来郭德纲也快出事了 德云社没有卫生许可证 擅自演出 不知道现在是不是不让德云社演出了 大家可以在网上看一下新闻 有没有德云社的记忆部消息 郭德纲是肯定出事 这个家伙还不赶紧回澳大利亚 回墨尔本 有一天 他得也得像效果公司的脱口秀演员一样 被抓到监狱里去 不用他嘚瑟 大家再看经济学家徐晓年 在中欧商学院课堂上 给100多位学生讲授宏观经济史说 管理经济最好的方法是不折腾 而现状则是在不后面加了一个逗号 变成不折腾 台下轰然大笑 胡锦涛是不折腾 习近平是不折腾 就是不能不折腾 一定要折腾 这才是细胞子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记住 民心就是真相 民意就是力量